我是赵少康 为你来到赵少康市的现场台北股市 现在不错 涨88.5点 我看大部分的股都涨 大部分的股票现在好像都涨 入股其实也涨 因为美国大涨 美国涨多少 道琼大涨483点 涨了1.68个百分点 涨很多 指数29290 再涨涨就会超过3万了 NASDAQ也小涨了0.43个百分点 S&P500大涨了1.13个百分点 费城半导体更是大涨了2.19个百分点 欧美股市德国涨最多 涨1.48个百分点 法国也是涨不错 涨0.85个百分点 英国中涨0.57个百分点 我们看天气 这双气象局2月6号的天气预报 今天2月6号 今天2月6号早晨东北季风 还有另外呢 道路冷气团影响台湾 北部及东北部天气偏冷 其他地区早晚也冷 沿海空旷或者山区呢 有10到11度低温发生的这个几率 明天2月7号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 今天还好 北北季有15到22度 靠中午的时候大概都21 22度 早晚比较冷 降雨几率10到70% 陶珠苗是14到24度 中山头是14到26度 云嘉南13到27度 高平15到28度 降雨距离都是0 宜兰15到19度 降雨距离90% 花莲17到22度 降雨距离50% 台东17到25度 降雨距离30% 外岛11到21度 降雨距离0到20% 天气风险公司的彭启明 他们提供资料是说呢 气温是暂时回温 转情 现在看起来又像暖冬 那礼拜五开始又有封面接近了 今天礼拜四 明天礼拜五封面接近 刚讲明天开始 有冷气团 本周二跟周三的微弱封面通过 伴随东北方 所以台中以北到宜兰花莲都持续下雨 今天有个短暂空档 北部感受比较明显 会转为多云道晴的天气 温度也会明显回温 北部白天高温有机会到22-25度 会比前两天湿凉的感觉舒服很多 所以建议你好好把握 就是今天 就在今天 中南部持续稳定天气 前两天没有受到封面影响 今天白天阳光也很晴朗 还不错 明天礼拜五开始有微弱封面一波通过 北台湾再度涨为阴沉偶阵雨 天气不太好 预期可能不如礼拜二礼拜三 就刚过了这一波了 水气少一点 不会下那么多雨 但是呢 东北风持续吹 水会延续到礼拜天 越往北越阴沉 而且有偶阵雨 好吧 所以今天北部朋友 去晒晒太阳 今天有太阳 中南部没差 下礼拜一开始会有三天回温 好天气 北部要好好珍惜 因为再下一波变化 可能在下礼拜四 预期呢 也有一波封面系统接近 水气多 对流强 不过目前还有一个礼拜 很难讲 有可能会变化了 气象变化 常常是很快的 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现在春天 快到春天了 所以春天的特征就是变化多 过年这个礼拜呢 从流感的统计来看 类流感的门诊 判至新高 一方面是因为过年嘛 过年很多医院不开 所以过年以后门诊 医院的门诊都是人满为患 另外上个礼拜寒流 然后再向过年期间 群众比较密集 所以呢流感人口大幅增加 所以呢基本上 武汉肺炎其实还没有什么太大 到目前为止其实还好嘛 主要是控制在境外 不让他们进来了 好几个原因啦 我有分析了 第一个就是 台湾人在武汉 大概相对来讲少了 你跟在什么上海啦 什么什么苏州啦 深圳的比起来 台湾人在武汉不多 少很多啦 其实 只有特定的 这个比较跟电子的有关的行业 人比较多 那另外也跟这一阵子 从大陆来台湾 说少很多有关 自由行人都停了嘛 本来是政治上的理由啦 劳工不给他们来 这下刚好 从某个角度看 对台湾来讲 也还不错 所以事情很难说了 有得有失 你少了观光收入 这是少了病情的威胁 那还有就是 台湾人在大陆呢 进大陆医院看病的少 不太相信大陆的医院 大陆大陆有很好的医院 像北京协和非常好 外国人常常去啊 大关去啊 但是其他地方 一般医院选准不是那么高 那台湾人生病呢 真的很严重就回台湾来看 飞机票也没多贵 那所以这次他们在武汉 很多在医院里被交叉感染 因为开始的时候 搞不清楚这个东西 人到医院去 也没戴口罩 也没戴手套 然后在医院就被感染 很多 那台湾人因为到医院比较少 所以这次看起来 否则的话 你春节如果台湾人都感染了 回来你也是防不胜防的 你怎么防 所以还各种原因 我觉得再加上我们 对境外的管制也很严格 等等 所以种种的原因 所以台湾的确诊案例 其实不多 相对来讲不多 钻石公主号 又传新的确诊 出船一趟 全船20个人染武汉肺炎 你看这个船多厉害 豪华游轮钻石公主号 武汉肺炎群聚感染 再扩大 日本NHK报导 停靠在横滨港的 钻石公主号游轮 新增10人确诊 这趟航程已经有20个人 这个得病 那所以呢 因为这艘游轮全具感染影响 所以日本确诊 武汉肺炎病例 快速攀升到45例 那这艘游轮 1月25号停靠香港 27号停靠越南 县港 张梅港 28号停靠越南 夏龙湾 蔡兰港 31号曾经停靠 基隆港 停靠基隆港 期间有千名旅客 曾经入境 搭乘巴士 前往双北旅游 而且在部分饭店 吃饭 离开基隆以后 全船2月1号 停靠日本冲城 2月4号停靠横滨 结束全部的航程 到现在已经确定 有20人感染 武汉的肺炎 一个船 一个船大概 两千多个客人 一千多个服务人员 一共三千多人 20个人 就看那个比例 主要因为船上 就像一个社区 一个大社区 做过游轮都知道 很多人不喜欢坐游轮 但有的人喜欢坐游轮 这东西还喜好 差很远 有人认为说 游轮就是 要不然就是刚结婚的 要不然就是快死的 老人很多了 因为一般老人 如果要去游轮 要去旅游很辛苦 你要进出机场 要办各种签证 等等 到外面去玩也都很辛苦 那游轮的好处是 你不必了 进出港口 很方便 就一个国 如果要多国旅游的话 游轮很方便 你就晚上就睡游轮上 白天到一个地方 然后他就给你开巴士 到各处去旅游 晚上再回游轮上 好处就是方便 坏处就是 在海上航行的时间 你觉得很无聊 另外船上空间还是小 吃东西当然是 还好了 也不是说多好了 游轮上面大概都有另外 游轮是免费吃饭 但另外都有几个特别的餐厅 他们找了特别的厨子 那就还蛮贵的 你要自费 那有些什么热狗 什么有些是 是 长时间供应 所以有人坐一轮 就胖 因为没什么运动 一直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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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胖了 有人从 环游世界 80天回来以后呢 重了很多公斤 所以每个人喜好不同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美股市现在继续涨 现在涨125点 涨了1.09个百分点 涨得还不错 中广为了因应 这是政府不是说 高中以下的学校 都要放两个礼拜 我严两个礼拜 严两个礼拜上课 那很多家长就打电话来 就问我们说 我们中广办那个 儿童的东丽营 情况 因为今年本来 寒假今年是比较短的 所以我们本来 以前都办两个梯子 现在只办一个梯子 因为就是时间短 就没想到 现在延了两个礼拜寒假 所以很多家长就很急 就来问 所以我们就商量 结果我们紧急了 这纯粹服务听众 紧急加开 两个东丽营的题词 下个礼拜 礼拜三到礼拜五 2月12到2月14号 礼拜三到礼拜五 办一个就是 广告卡通配音营 三天 然后下下个礼拜 2月17到2月21号 礼拜一到礼拜五 五天 广播东丽营 这是五天 收的学生小三到国一 太大也不要来 太小也不要来 小三到国一 这个阶段我们认为适合 那为了因应 这个大家预防嘛 所以上课有50平的大地方 表演厅 门窗会打开 保持空气流通 工作人员小朋友 全程备戴口罩 老师跟学员示范的时候 要除去 你讲话的 报道跟下课时间 提供酒精 插手消毒 定时测量体温 而且家长需要切解 确认他们的家庭成员 14天里面没有到过大陆地区 每天会两次 在桌面跟场地用酒精跟纸外线消毒 我们有纸外线灯 本来就是消毒我们的波音间 所以也会到那边去消毒 主要的为什么要办这个课 一方面就是训练孩子能够大大方方说话沟通 让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表达无碍 透过新闻广告主持的训练跟制作 卡通配音 这些专业训练课程的设计 老师有我们的主持人赵婷 我们的新闻主播李亚元 广告制作人陈嘉宏 口条训练师刘佳安 YouTuber方君主 小丸子配音员李寒飞 生生剧团的吴忠良 主要就是让孩子们玩声音 声音是可以玩的 好好学说话 声音你在讲话的时候 你的声音表达 你要表达你的情感 你的愤怒 你的感谢 你的恐惧 你的紧张 你的自信 声音其实都可以表达出来 声音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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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其实你看写文字 写下来那个表达的有限 但是声音肢体 那个表达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通常跟一个人谈话 看一个人 大概几分钟之后 大概就知道这个人的个性 这个人的喜好 这个人的差不多就看出来 为什么 其实你就看他的声音 听他的声音 看他的表情 所以从小的训练是很重要 尤其现在越来越重视 那个什么interview 面试 看你的过去的什么 在哪里上过课的 所以这些训练对小朋友将来 升学要什么 其实都有蛮大的帮助的 上课地点在中广 12楼 就是台北市松江路 375号12楼 再讲一次 招生对象 只有国小三年级 到国中一年级 网路报名 你可以上新传媒学院 或是到中广的网站 另外你可以打电话 02-2500-5566 02-2500-5566 你可以用电话来报名 时间很紧急 我们也是因为很多家长打电话来问 所以我们觉得说 也是提供听众服务 因为很多家长现在很烦恼 真的到补习班安亲班人有很多 而且不知道学什么东西 我们这有特定的 这是我自己的理念 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是广播媒体 所以我们应该从小培养 小朋友说话 说话是我们的本业 我们就每天讲话 那虽然现在有网路 也会看到脸 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一个 以说话为主的行业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出 有声书等等 那就是说话 很多的名人从小都受过这个训练 中国以前训练过 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后来长大都很有名 像李燕秋什么都是 好那么 所以呢只有两个营队 你看小孩你的时间吧 还有小孩的兴趣 大陆现在封城潮 有将近50个城市被封了 将近50个城市 所以就是你封我也封 大家封 但是封的标准不一定一样 武汉那是很严格的封 那有些可能没有那么严格的封 有些没有那么严格的封 现在全市有26个国家都有疫情 最严重是湖北 昨天一天就新增2987起的确诊病例 一天就增加2987起 一天就增加70个人死亡 这是很惨 你自己想想看 真的很惨 截至今天早上八点 含港澳在里面的全中国大陆确诊人数 来到28,049人死亡 564人 武汉肺炎的传染途径方式 经证实没有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是传染源 连出生婴儿都传出确诊 就是妈妈跟婴儿垂直感染 现在有患者经过多达五次检验才确诊 今天这次讲你没有 这次讲你没有 怎么没有 怎么慢慢有症状出来 再检查还没有 五次代表病毒的潜伏期非常长 很容易被忽略 不是检查一次就可以 所以他们现在陆委会很生气 说大陆我们从武汉接回来的第一批 怎么有一个确诊 他们怀疑是大陆是故意把确诊放进来 如果大陆的确明明知道 他确诊了放进来 我觉得是很可恶的 因为你害到飞机上其他246个人 现在247人 但如果不是 查不出来就怪人家 难怪 你怎么怪呢 你比如说 日本接回去的飞机 也有8个有问题 法国接回去的 有20个 有疑似有问题 上飞机都没问题 下了飞机有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他才会变化 刚刚不讲 五次确诊才知道 我直觉他认为说 大陆不会故意把一个 已经知道有病人 送上飞机 不可能干这个事情 那是太可恶了 你害到别人 他们不是也打掉一个发烧的吗 你先用这个理由 说怪去大陆 他故意摆一个确诊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公平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我是赵朝康 欢迎你回到 赵朝康实在现场 刚提 大陆有将近50个城市 封城 包括南京 台湾人对南京 特别有感觉了 那另外呢 整个辽宁省城 在里面都封了 辽宁 整个辽宁 已经将近50个城市了 什么杭州啊 什么都封了 那在中国大陆以外的 确诊病例也增加 这值得注意 美国威斯康辛 出现第一期确诊病例 是美国累计的 第12期确诊病例 患者是一个成年人 发病前去过 中国大陆北京 在那里接触过 其他确诊患者 韩国增加 新增了4期 目前累计 整数突破 20人 来到23人 加拿大原定 礼拜三出发 撤侨专机 受到26天气影响 没办法起飞 所以呢 第一批后持了200名 加拿大公民 要再等 再等一天 再等了小时看看 川普弹劾案 大戏落幕 美国参议院 做出无罪决议 这是原来预料 就会这样的决议 美国总统川普 被控滥权跟 妨碍国会调查 有两个 他被控两个 众议院通过两个 一个就是滥权 一个滥权 被国会众议院 弹劾以后呢 给联邦参议院审理 参议院今天 一如玉其 做出无罪决议 川普可以 去任总统 而可以在年底 大选 争取连任 川普那天 初选表现还不错 96%票都是他的 52个参议院 认为川普无罪 对于滥权 滥权的弹劾 52个应该 认为川普无罪 应该无罪 48个主张有罪 所以加起来100个 美国有100个参议院 都去了 妨碍国会调查的 弹劾条文呢 53个参议院认定无罪 47个人主张有罪 所以都没通过 他要三分之二才能通过 那弹劾容易 主要也是 要把总统干掉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除非他真的是 最大恶极 要三分之二 共和党在参议院 100个议席里面 占53 所以应该 你可以知道 一定53个 应该无罪 可是有罪 有52个认为无罪 48个有罪 所以看起来 有一个共和党 还去投了 复合民主党 认为川普应该有罪 应该看起来有一个 川普主要被控制 意图施压乌克兰 然后调查 他可能的对手 拜登 民主党的前副总统 而且在 众议院传他的时候 或是传他的一些官员 他们阻挡 叫人家不要去 等等 所以被认为这是 妨碍国会调查 好 那么 其实又变成党派之争 你看就变成一个党派之争 管他有没有罪 反正跟我同党的 就说我没罪 跟我不同党的 就说我有罪 所以呢 已经真的是变成 已经不问是非了 好 那么今天 报纸大概登的 都是跟武汉废言有关 联合报说 陆克全面禁止来台 陆克都不能来了 全大陆列为 二级以上流行地区 另外呢 如果你曾经到过港澳 香港澳门 要居家 检疫两个礼拜 中国时报头半头 是全境轮疫区 发布红色旅游警示 大陆人今天开始 全面禁止入境 大陆人不能来了 那 苹果登的叫做 台湾生气了 武汉包机夹带确诊了 就我刚刚讲的 你确诊 是 你不知道 确诊到台湾才确诊 还是在大陆确诊 如果这个人在大陆确诊 大陆就不应该让他上飞机 这是 全世界应该都是这样 因为你飞机是一个密闭空间 太危险了 那如果说 你不知道 检查检查不出来 我刚刚不讲 有人五次才确诊出来 那你去怪大陆 没有什么道理 所以大陆方面说 说第一批登机的 给他们量了三次体温 而且每一个台胞 回台湾都做书面承诺 承诺本人 在14天里面 没有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确诊病人 或疑似病人接触 而且同意回台湾后 接受当地防疫措施 他说这批台胞在离家前 到了机场以后 跟登机前 每个人都接受三次体温测量 进行发烧的排除检查 其中一个人 发烧被劝流了 所以换句话说 他还要你台湾 把那个确诊的那个人 详细的讯息告诉他 他为什么会确诊 他接触过谁 他们那边要防患了 要去查他接触了谁 内心也没有问题 要等等 他要你给他资料 所以看起来我不认为 他们湖北会故意 把确诊送上飞机 那按照台湾的讲法 好像是台湾 把他确诊的 这个偷偷送上飞机 另外是说 DP里面有一些 台湾的陆配 就台湾人娶的大陆老婆 因为现在两岸通婚 越来越多了 以前情况不太一样 以前是 早先娶越南新娘 后来就娶大陆新娘 人家比较穷困的人家 想过好一点的日子 教导你台湾来 那时候你台湾比大陆好很多 现在慢慢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已经不是这样 事实上台湾人现在想要去 娶东南新娘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因为经济的因素 要娶大陆新娘 大概也越来越少了 很多就是他反而就主动认识的 因为台生台商 越来越多 那你台湾人娶了大陆人 在他还没有拿到 我们的国籍之前 那怎样 你叫他不准来台湾吗 先生要回来 太太不能回来 这样不太合理 那你这么好生气的 这很奇怪 生什么气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要不然你说 我统统不收 我台湾没有这能力 他现在也这个是他的理由 所以我没有办法 收这么多了 他可能考虑到将来 武汉以后 会不会有其他地方 人更多怎么办 这个当然你要考虑 我的能力有多少 这要考虑的 但是不能随便拿理由 堂射 我是小好康 回你回到 小好康时间的现场 台股现在上涨 93点 涨0.81个百分点 因为美股大涨 美股已经连续三天涨 涨的算是蛮可怕的 美股到底为什么涨这么多 特别是 我看特斯拉怎样 前两天特斯拉不得了 一天就涨20% 昨天特斯拉跌17% 算这种股票 大涨大跌 也没什么太大道理 一涨就20% 一涨20% 昨天一跌又跌了17% 涨多必跌 前两天已经涨到快 900块一股了 不久之前才300 突然就 砰砰砰砰砰砰 这样飞飞飞飞飞 所以美股有时候 真的蛮可怕的 那你如果在很低的价钱 买当然很好了 那就很高价钱 你看如果前天满 今天就跌17% 跌满重的 这有一点 有一点想象吧 大家都为了电动车的想象 好美股反正涨很多了 涨了400多点 好那么 大陆现在全面 被禁止来台湾 都不可以来 香港老台湾摇照 也要这个 居家检疫14天 要居家检疫14天 所以很多人搞就不来了 那香港现在呢 不要给大陆人去 因为香港医护人员不是 就7000个去抗议 所以他们全面不让大陆人去 我认为香港人跟大陆人之间的仇恨真的蛮深的 现在看起来 这是很奇怪 他们两个地方关系这么密切 香港的水啊电啊都是靠大陆给他 垃圾靠大陆处理 然后呢 彼此的仇视很深 医护人员说不给香港人来 不给大陆人来 否则我不看病 我要罢工等等 那香港政府呢就很为难 因为说都不给大陆人来 他们关系非常密切 很多人住在深圳 在香港上班 那到底怎么办 那另外就是 到底 主权是回归了 还给中国大陆了 英国主权还给中国大陆 你是租借嘛 那你现在说不准大陆来 好像在面子上也过不去 我觉得香港政府蛮聪明的 他蛮聪明的 反正就是你来可以啊 那我就给你检疫 给你隔离啊 那你怎么办 假如说你要住在深圳 你到香港工作 我给你隔离起来 根本你动都不能动 你来工作什么呢 这一招他们就预估 会让大陆到香港人的人 大幅减少 我想也是 很多策略措施 是我也让你保持一点面子 但实际上呢 你其实就不会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招倒还不错 真的 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做法 我不说你不能来 但是呢 事实上你不会来了 所以预估会大幅减少 我不知道香港的医护人 会不会满意啦 有时候满不满意 不是实质 是形式上 我就是给你难堪 就是不要你来 趁这个机会 让你不能进来 那是一回事情 那假如说我实质上 就是你不来了 人减少了 第一方面香港的压力也少 那台湾为什么要禁止大陆人 全面禁止大陆人来 因为说现在每天还有五千个人来 那现在武汉肺炎爆发到现在呢 每天有五千个人 五大陆人来台湾 过去呢 大概一天有七到八千个人 最近还有五千个人 我那天说 好像到鼎泰风人少了 我可能搞错了 我可能搞错了 他不是这样 因为鼎泰风在新一路那边开一个新的店 在斜对面开一个新的 很大 好大 你开车经过新一路 看到好大 我本来以为还没启用 所以已经启用 那在本店这里呢 他就跟你讲 说你要排队要排四十分钟 我给你号码排 但是我告诉你 以我们的经验 你这个号码要等四十分钟 但如果到那个新店那边呢 对不起 如果你在本店你要排八十分钟 吃一个饭排八十分钟 我的话不吃了 我告诉你 真的 但你如果到那个新店去 你排四十分钟 所以很多人都到新店那边去 所以后来我发觉新店那边门口满满的人 就原来老店这边门口 都到了新店那个门口去了 满满的路上满满的人等等 所以还是有 我就好奇 我说不是路客都没有了吗 那现在看起来还有 因为他现在每天还有五千个大陆人士来台湾 现在有五千个 那现在开始不给他们来了 那会怎样 那台湾反正就是一定会有些食品业的 这个观光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通通不准来 那连金门呢 马祖都 他们都希望暂停小三通 因为那边可能是一个漏洞 就是大家现在害怕 就像澳门政府一讲一样 赌场关闭两个礼拜 澳门的命脉就是赌场 澳门之所以这么有钱 能够一口气买进两千万个口罩 能够分配给老百姓 能够几乎免税 每年还一堆福利 就靠的就是那个赌场 就跟金门一样 金门靠的就是金门高粱酒 还配给高粱酒 还各种的这个补助给居民 所以金门去那边登记户籍的越来越多 想捞点好康的 他就靠一个 做得好就够了 澳门因为人也不多六十万 那你现在赌场一停当然很严重 但是澳门政府讲说 我们认为我们民众的这个生命 生命的安全的健康 比经济重要 等等 好吧这话讲起来 当然也很有魄力 我想他的财政状况大概不错了 就算短期赌场有问题 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大概真的要去赌博 赌场里面就是人很多 人非常多很几的 很多人大概也不去了 我在TVBS帮我整理头发的消息就讲了 他前两天去电影院 他好像他包长羊 其他人没有去 他好像我包了个长羊 很爽 但是是不是需要搞到 大家什么都不参加 这是有点两难 你知道吗 从某个角度看 对了 人多地方不要去 我们也在节目呼吁 但是都不去 那这些地方怎么办 真的蛮辛苦 他们说现在很多飞机都像巴士一样 我看不懂什么意思 就算很多飞机 他们坐四五个人 一个飞机可以坐三百个 他们只坐四五个人 为什么 他不做了 又不能不开 为了航权 你说我还非得都停了 有航权给你取消 这个时候你就不开了 人多的时候 你就把票价一直调涨 这个时候你不开了 你服务什么民众 他不行 各国政府不允许 他这个航权 他非得开 所以现在大幅减班 但是实际上在飞机上人并不多 尤其现在你看 不准这个来 不准那个来 那飞机开给谁坐呢 所以他们想飞机 现在跟计程车差不多 计程车里面坐多少人 最多四个人 对不对 最多做四个人 所以说飞机像计程车 什么意思 就是旅客 旅客其实少了 少很多 少很多 好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 我是赵少康 你回到赵少康 现在上涨98点9点 好吧 现在第二批包机来不了 来不了的 主要是陆委会跟大陆在那边角力 那我刚讲 讲很多理由了 但我听起来都不是理由了 就是你真的要把人接回来 有什么理由呢 什么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反正你那么近 两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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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来了 你就说好 我预备派五次 五架次 或者大陆派五架次 爬送回来 就回来了 名单要先过看 不过看 有什么关系 只要这个名单 复合资格就好 劳辱妇如第一批 那今天跟明天 有那么大差别吗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把他接回来 这都不是理由 你排除万难 可以把他接回来 你现在只是说 只是他们 我想他们有几个顾虑 第一批 有一个确诊 他就有点担心 会不会感染到其他的人 现在246个人都很紧张 对不对 这是一个 这顾虑是对的 也是的确是要顾虑的 第二个就是 那第二批 第三批 回来会不会里面又有确诊 我想会有 你看日本 看韩国 看法国 都有 他接回去里面都有 你会把他接回来 你就担心 他在那边会染病 他在那边都不染病 接他回来干什么 就要继续在那边干就算了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预期中的 那他们之所以要回来 也是认为说 在台湾比较安全 医疗设备比较好 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至于你说对不起 我没有那么多地方容纳你 那是另外一个 你可以讲 你可以讲 也会受人家批评 但也会有人认为说 对啊 我能力不够 那怎么办 像我口罩 我口罩我就是不够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够嘛 我开始吹牛好不好 我讲错了好不好 我开始说每天可以生产 420万个蔡英文奖 我讲错了 对不起 下面也可以承担 我们给他资料错了 我现在就这么多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有 你讲清楚 路委会说道路没有沟通 第二批名单了 等等 那怎么沟通 沟通什么 这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名单 你路委会核准 为什么我要回家 还要你核准 还要你来挑 这不然很奇怪吗 我觉得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发烧有病的 不能上飞机 其他的如果你打算 都接回来 你就都接回来了 那你管他什么 名单不名单 不合规定也不能来 来了都是合规定 他能来 他可以进台湾 我看现在就是 反正就是 他们一定有一些 什么道理 有难言之隐 不肯讲 最大的问题 我看就是 他的地方不够 他没有办法 容纳这么多人 不过这些人回来 你也可以分批 他回来 就好 那对不起 那我既然没有这么多地方 我只能拿到300个 那这300个 14天以后 我再接300个 也可以 把话讲清楚 大家也可以了解 也不是不能了解 那我就这么多能力 我就告诉你 我的能力 每14天 我只能接300个 或是500个 或是800个 那如果万一 台湾将来 疑似的人多了 我要隔离 我以台湾人为优先 在台湾的人为优先 这也合理啊 没有人会觉得 你这不合理啊 那在我台湾还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一共有1000个 有1000个 这个病床 或1000个地方 可以收纳 我就是这么多 14天以后再换 14天以后换 就是这样 我就这么多 你这样子就是百万台湾要回来 我也就这么多地方 也可以讲 但是不要去扯一堆那种 有的没的 那种让人家听得讨厌的那种理由 讲一些 就是政治那种小 小加子气 的那种理由 那事实上你也可以想得出来 就是说 台胞在台商 台生在大陆 也是很分散 有些还是短期 距离也很分散 那边的台办要给你整理 会整这些名单 平常讲 也不是那么容易 台湾人也不是都那么听话 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想那个道理 说他们有一个救援会 说现在有563个人说要回台湾 台办那边说有400个人 所以这就有很大的差别 一定可以想 你可以想得出来 它中间一定 虽然你是说大陆 共产党很厉害都知道的 没错 问题是大陆很大 他去了大陆在哪里 分散 你都清楚 不容易的 你在台湾这么小个地方 说人家跑了 你要去抓人 有时候抓半天都抓不到 人去哪里也不知道 大陆那么大 你去哪里留 他也不登记的 我们到大陆留 我们今天高兴到这 明天高兴到这 也没人管你 他怎么知道你到哪里去 哪那么厉害 一下子几百个人 通通能够名单拿出来给你看 大家都要想 目前这种兵花马乱 你说要完全照你的意思 或完全照他的意思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想想 好不好 那个邮轮现在麻烦 钻石公主号 有千人游双北 那他们 1月31号 有30辆巴士 接送旅客出游 邮轮都是这样 有巴士在那边 他们去哪里呢 听听 台北101 故宫 中正纪念堂 九份野柳 那有些人 旅客呢 是不坐你那个巴士的 他自己可能找车子 或他有朋友 就把他接走了 也有 所以实际上落地的 他一个 邮轮上有两千多人嘛 那现在你说 这一千人去旅游 不可能 撕下一千人 穿上干嘛 通常 当然出去玩呢 怎么不出去玩 那我坐游轮干什么嘛 我坐了 我每天躺床上 躺船上 不可能嘛 当然要到地去旅游 所以呢 实际的人可能比他们统计的说 一千个人多了 那基隆呢 很紧张 然后呢 说昨天 新北市环保局道 九份消毒 说呢 空无一人 大家也不敢去九份 一方面可能 本来在这个时候 人多就不去 第二天晚上也冷 跑到九份 那个三层 我们冷得要是干嘛去 那第三个就是说 害怕 听到了 大家听到消息 说哦 这游轮人曾经去 哇 现在二十几个 也检查出来 有这个武汉肺炎 很害怕 等等等等 业者是说呢 开业来第一次 他们也怕 他们也怕 那没办法了 那怎么办 他们接触了什么东西 等等 也不知道 不过我在想 他已经走了那么多天了 你说那个病毒还在 沾在什么上面 病毒还能活几天 我也很怀疑了 不过不管了 傅昆吉恢复党籍了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 傅昆吉当花联县党 什么 原来就希望能够 恢复党籍了 但那时候国民党 好像是不给他恢复党籍 国民党你没确定 对他是有不同意见的 那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大概想要 重整力量吧 所以让复党 而且他很厉害 你没有提名他 他就选上 而且三强相争 本来是想说 小美琴有没有可能 从中获利 觉得没有 还是复党籍当局 还是蛮厉害的 世界银行会下修 今年全世界经济成长的预测 武汉肺炎 对全球经济会有负面影响 可能在第一季 第二季就显现了 开年就显现了 不排除下修 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 率到百分之二以下 这个是没办法 本来认为说 今年GDP可能还可 现在看起来 尤其头半年可能不会好 民主党初选了 在那个爱欧华 不知道搞什么鬼 说电脑出问题 城市出现问题等等 开始说票开不出来 也很丢脸 就川普在那边大赢 好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你 再见